好 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这个今天有感的 有一个网友或是一个粉丝呢 在我早上的这个聊天室里面 有稍微提到某一个君种 因为要调查一个案件 然后呢 后来他们才发现就是做做样子而已 也没有因为这个案件闹的比较大一点点 然后呢就秉持的非常谨慎的态度 来面对这一次的案件调查 所以这个督察组啊 或是计战术督察组啊 应该是要超出很多关系之外 你一定有超出独立的这个整个体系 你跟监察跟保防不一样 你是计战术督察 是以督察的角度去调查这个案件 那结果你跟一般的这个监察人员的调查方式 并没有什么两样的话 那我觉得你就完全没有存在的价值 我看你可以拆掉了 对啊 你竟然没有这个自己的超脱独特性 你竟然没有那个抗拒所有的力量 关缩性 或者是请脱性 你只是还是一样去那边做做样子 那你不如直接拆掉 所以今天这个有这个粉丝在我的聊天室里面 我针对这个案件稍微再说明一下 我就想说完蛋了 这个也是这个跑龙套了 过个禅了 一定不会有任何结果的 因为他的做法 他这种做法太轻忽了 根本就是没有要完全彻底想要调查的那种感觉 我整个就傻眼了 我本来听到说 这次这个军种不错吗 你至少还启动了技战术督察组 来调查这个案件 你并没有使用监察或保凡体系 来对这个案件实施调查 那时候我一听到 这个拆谋长站 你跟其他人不一样 你终于启动了技战术督察组 来对这个案件实施调查 那时候我昨天还很开心 有改变有改变 我们不要再被监察跟保房挡架了 或许技战术督察组 能调查出一个更好更令人家满意的结果 没知道早上一听到相关的人士 对昨天的调查这个整个过程说明之后 我觉得我非常的失望 原来这个君总的技战术督察组 还不是长官掌握下面的人而已吗 你还是听长官的话嘛 你并没有超出 个人地域党派关系之外嘛 是不是 还是一样嘛 那我觉得那你干脆直接叫监察去做个样子 也不用出动技战术督察组了 反正把他们的民生下的手在地上 反正我对于技战术督察组 是非常非常的敬仰的 那我以前我曾经说过 以前有一个对我非常严格的一个理善效 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就是直接盘我盘我陈储的那一个 就是跟我讲说 你什么都不用跟我说 你等着跟法官所本 那个指挥官 那个指挥官 他那时候升到高师单位 去担任技战术督察组的组长的时候 哇他真的非常超出个人地域党派关系之外 去调查案件 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之前有跟大家说明 就是我到台北去开会的时间 每一个月至少去开一次会 持续了四五年的时间 那我就曾经跟大家讲说 我有一段时间一年多 是跟我们现在的部长出国阵先生一起开会 开了这个四五年 没有了 他担任那个职务的时候 我跟他接触了一年多的时间 那我整体到台北去开会 每个月一次开会以上的话 我总共有去了四五年的时间 所以其中几年的时间呢 都是这个李上校担任技战术督察组的组长 哇真的 他当组长的时候 技战术督察组 大家都怕 这件事督察组不是说 今天你单位有案件 我才去查你 他可以自己主动去查 他不需要说 这单位发生事了 我去查 那就变监察了 对不对 那我们本房是围案预警 感觉有一点点蛛丝马鸡 我们的本房人员可能就会去查案 欠奉长官核定之后 就会去查案 那监察的部分呢 一定是单位已经成了一个事实 他才去查 例如单位已经有班长打阿兵哥了 一打了之后监察去查 这是监察的工作 那如果今天是 好像有听说这个班长想要打阿兵哥 然后保房眼线一给他资讯 他马上介入 然后去调查 这个是保房的工作 真的都是有听说 虽然 但是我们技战术督察组 他应该要查出个人 还有其他关系之外 保持独立超然的立场 然后去针对你觉得想要查的案件或事实 下去实施调查 这才是自己战术督察组督察的功能 那如果你 如果你下去也是一样 就只有走走换旱聊个天 然后就走了 那请问你有什么存在的价值 我本来昨天很想说 哇太棒了 出动技战术督察组 那一定可以搞定了 绝对可以水落石出 绝对可以把人家法办 因为我这个人觉得 你再怎么样 就是不能打人 对不对 你说那些谩骂 你说那些违反 说警战规定 那都算了 直接把你拔掉就好 那你打人的那个 可能该法办吧 是不是 他都已经打人 他都已经成了伤害罪 或者是报循犯上跟着伤害罪 因为他是打下属 你就伤害做 早就该法办了 怎么怎么会 这个继续让他逍遥法外 然后连上的相关的一些尾施 没有按照规定的部份 计调过嘛 不然就至少把这个 这个连长杀鸡井拔掉 结果没有了 就那两个人 比较严重的那两个人 调职而已 屁啊 行政权分都没有 就只有调职 那我要你记战术督查族 要干嘛 你们没有让我觉得 你们有存在的价值啊 真的是太差了 我今天一听到这个消息 非常的失望 我跟隋关仔一样 我也觉得非常的失望 怎么会事情演变到最后 连我最相信的记战术督查族 都让我失望 可见这个军种 对于记战术督查族 还是掌握的非常的牢靠 掌握的非常好 也不希望他们有任何 这个超出个人关系之外的功能 那请问如果要这样的话 你干脆叫长官直接指示就好了 还查个屁啊 你直接长官 你觉得这件事怎么样 直接问参谋长 直接问副指挥官 直接问指挥官 你还查个屁啊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件事 对 没错 我们的少将的这个参谋长 真的让这个计算术督查族 来实施调查 但是你说后面 有没有一些人在做奖励 或许有 不然怎么去走个样子而已 不然怎么会只是发个问卷 对啊 对啊 然后这个找个一两个阿兵哥 来问话 这所牵连的人员至少十几个人 然后你找两个阿兵哥来问话 然后呢 你在实施问卷的时候 还有现役的这个高层的人员 在场地里面 请问他们真的敢写内心的话吗 不敢吗 是不是 每个这个高阶的干部都还在 原籍干部 台籍干部都在 那请问你办的这一场 这个问卷调查到底有什么意义 你现在计算书都 不要说所有计算书 就你这个君总的计算书督查组 让我觉得让我非常的不屑 对啊 你把计算书的这个名字搞错了你知道吗 你如果真的不会拜托 你去问一下我那个李上校 看他当初在计算书督查组 是怎么办组长的 所有处事都很怕他耶 所有总部的处事都怕他计算书督查组耶 都很怕他每一次在这个主管会议 或者是主管会议的时候 然后把这个相关的数据资料拿出来 然后打到哪一个幕僚主管的一些科长的脸 或处长的脸 每个单位都很怕他耶 这样才是对的啊 他也不讲情面啊 他也不给你关书 他也不给你请脱啊 这才是我们计算书督查组 应该有的态度才对 如果你反而走走样子 就在过过水 烤个龙套 请问那我要你干嘛 我看你这个君总的计算书督查组 裁掉好了 反正你就去管准则就好了 其他的事情你不要管 先把你的准则管好就好了 丢脸啊 还被人家写出来 是不是 太差劲了 对啊 这个有关乌克兰的部分 因为不能公开的支持他们 因为这个 Youtube和Youtube有相关的规范 都有寄到各个Youtuber的信箱里面去 对于乌克兰的战争 我在这里还是不多做评论 因为我还是需要一些广告收益 对啊 所以这个乌克兰的部分 我就不做评论了 当然了 希望一切都世界都平安 世界都和平 这是每个人都会期待的事 谢谢这一个 我看不到你的名字 不好意思 好的好的 我接收到你的讯息 OK 谢谢你 谢谢你